煮料,红小豆300克,面粉400克,辅量,油,白糖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红小豆调去杂质,淘气干净,放入煮锅中,加入凉水,大火煮滚后,加白糖改小火,继续煮至水块干时,大约40分钟,关火,煮熟的豆子逐步咬到露网里,用勺子,按压制豆子粉丝, 最大用,面粉用开水泡透,晾凉后合成面团,放置一旁醒20分钟,醒好的面团揉成掌条,切小剂子,按扁,改成圆饼状,把豆腺包进去,捏合好,改成薄饼,煎活油热后放入豆腺饼,烙成两面惊慌即可,烹饪技巧 一,红小豆是先用清水泡半天煮的时候,容易烂 二,红小豆要煮到至豆子熟烂,轻轻易热挤粉碎,后期要用勺子不停搅拌,避免粘锅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